最近关于乌克兰利用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击落核军匕首高超金速导弹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尽管美乌方面并没有拿出击落匕首的有利证据 但台湾已经有人开始嗨了 美国也给台湾了爱国者 而且是更先进的爱国者MSE 当然老司机得说 这些人指望美国提供的爱国者能拦得住解放军导弹 那实在是想得太美了 台湾中国时报19世称 台湾方面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使用爱国者三反导系统拦截格罗斯高超音速导弹的情况 美军上周证实 乌克兰曾用爱国者三击落格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打破了高超音速武器无法拦截的神话 此外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乌军在16日还利用爱国者三再次成功拦截了多达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这下台湾有人就颇为得意了 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看 当前乌军使用的是常规的爱国者三拦截导弹 而非更先进的爱国者三MSE 后者通过增大弹体和采用更先进的发动机 在最大射程和拦截高度等方面有较大提升 同时在多目标接战方面也有相当改进 据台媒报道 目前台军已经获得至少三个银的爱国者三反导系统 一共384枚拦截导弹 按照计划 台湾还向美国采购了约300枚爱国者三MSE 目前台湾方面正力促美国加速交付这些导弹 但预计至少需要再等四年 显然按照岛内某些人士的看法 台军拥有的爱国者三不但数量比胡克兰多 而且性能更好 既然这些久经时尚考验的美国导弹 能拦截俄军高超音速导弹 那么自然也能对付解放军导弹 只是现实太打脸了 首先爱国者三到底有没有击落匕首 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啥有力证据 但美国方面已经承认 在16日的空袭中 俄军导弹至少是部分损坏了部署 在基辅爱国者三反导系统 也就是说爱国者三根本就没有能保护住胡克兰 甚至自身都难保 对于这点美国动力网站也看得很清楚 爱国者只是另一种武器系统 不是魔法也不是无敌的 更不是完美的 它在乌克兰战场蒙受损失是预料之中的事 其次匕首在高超音速导弹中 实在是属于性能较差的那类 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甚至认为 严格来说空手匕首还不能说是高超音速导弹 因为它需要从米格31等战机上发射 速度就会下降 更像是传统弹道导弹 而在解放军当前拥有的各种先进导弹中 比匕首更先进的型号可不少 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解放军空军空6K轰炸机 就挂在两枚空射高超音速导弹高调量降 火箭军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 采用先进的乘波体布局 空中机动性能更远在 采用传统双锥体弹头的匕首之上 拦截难度自然也大得多 另一方面 在拦截传统弹道导弹时 为保证拦截成功率 通常也需要发射2到3枚拦截导弹 但从成本上看并不划算 台媒提到乌克兰在16日的拦截行动中 至少发射了36枚爱国者3导弹 只为了拦截两枚匕首 按照每枚爱国者3 约500万美元的价格 为拦截两枚匕首 乌克兰光是弹药费 就消耗了1.8亿美元 这还不算拦截失败 导致的爱国者3系统损失 而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 解放军至少部署了1200枚 进程弹道导弹 包括东风11 东风15 东风16和东风17 爱国者3的命中率这么低 那么问题就来了 台湾得向美国买多少爱国者才够用 台军未来就算拥有了 那么六七百枚爱国者3 又能对付多少解放军导弹呢 那么六七百枚爱国者3 那么六七百枚爱国者3